原标题 驸马赶打公主 历史上并不多见 这个人就是一个先例相信 最打金之很多人都看过 这个典故出自唐朝 更是禁剧著名的传统作品 后来这个故事更成了灰剧 汉剧 川剧 香剧 戊剧 颠剧 贵剧 乐剧 铜珠邦子 琴腔 玉剧 河北邦子 乐剧 平剧 京剧的经典剧目 虽然这个典故中的男主人公有家暴这一不良习惯 但是这个典故读起来生动有趣 其背后隐藏的政治因素 亦耐人寻味 安史之乱爆发后 唐玄宗为自己的半生昏庸付出了代价 逃离长安流离于蜀地 唐玄宗原打算将一家老小全部带离长安 但是爱于大臣们的苦苦哀求 他不得不将太子李亨留在长安坐镇 借此平息军民的愤怒 皇上前脚刚走 大臣们就出于政治考虑 将李亨辅政拥立他为唐宿宗并摇尊逃跑的玄宗为太上皇 新军心气下李亨一嫂父亲留下的颓败之 气让长安的民心为之一阵 没过多久 郭子怡便带着五万精兵 从驻地回到李亨身边 帮助新军平乱 不得不说 郭子怡的到来 为李亨服下一颗定心丸 他对剿灭叛军顿时有了信心 随后李亨将长子广平王任命为兵马大元帅 郭子怡为副元帅 当然广平王资历尚前 根本不懂得行军打仗 军中大势还要依靠老将郭子怡 展开全文至于为何让年轻的广平王担任元帅 或许是唐宗宗考虑到皇子亲征的影响力比较大 况且唐朝皇子带兵是从太祖时期保留下来的传统 不过广平王的元帅有名无实 真正手握兵权的才是郭子怡 由此可见 唐宗宗已将国家安威全部托付给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 对他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信任 由此郭子怡踏上了一条建功立业的康庄大导 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宿宗驾崩后 李律登基是为唐代宗 由于郭子怡公高镇主 遭到代宗的忌惮 所以他被削去了军权 被发配到唐室祖陵守墓 不久之后 又有不顾怀恩勾结土藩作乱 长安再次陷入危机 为了挽回局面 李律不得不起用了郭子怡 让他担任统兵大元帅 老将出马果然不同凡响 郭子怡仅靠着这些年积淡下来的威灵 便吓跑了叛军 兵不血刃的赢得了战争 李律看到了郭子怡的能量 为了表达此前排挤郭子怡的歉意 他将女儿生平公主 许配挤郭子怡的儿子郭卵 通过与郭家联姻的方式讨好这元老将 前文中提到的这些不过是最打金枝的背景 之所以良良洒洒说了这么多 完全是因为在最打金枝这个典故中 郭子怡的威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郭元娶了生平公主后 新婚男女如娇四妻 过了一段令人呈现的好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 泡在密冠里长大的生平公主 逐渐暴露了娇纵的臭脾气 让驸马也有些难以忍受 大力二 年二月十五 这天正是郭子怡的七十大寿 郭暖与夫人商量好 这天一大早 便前往郭府为父亲操办寿宴 这日清晨 郭暖叫夫人起床 生平公主揽在床上 以头痛作为理由推脱 让驸马爷一个人带着礼品去郭府 顺便帮自己向老丈人请安 郭暖见生平公主范来 颇为不愿 想到生平公主平日作风散漫 拖拖拉拉 郭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情急之间 郭暖干脆先让旧账一块算 他对生平公主怒吼道 你站着自己是当朝公主 作为作福 不就是以为我郭家孝忠于圣上不敢拿你怎么样吗 告诉你 就是我父亲不屑做皇帝罢了 你别以为你有多尊贵 夫妻吵架 说出什么话都属长情 不过 这对夫妻的身份比较特殊 郭暖一怒之下口不择言 竟如此作践当朝天子 在那个年代 郭暖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足以使国家被抄家灭祖 公主听完这话 暴跳如雷 指着郭暖的鼻子痛 是 你敢不敢把那句话再说一遍 信不信我住了你们郭家九族 郭暖远有悔意 但是 生平公主丝毫不让 郭暖愈发生气 说道 你倒是皇帝公主能耐我郭家何 既然 你嫁入郭家 就得守郭家的规矩 如果你不守父道 不遵孝道 我不但会骂你 我还能打你 郭暖与郭子怡的抱脾戒 浮出一辙 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 竟走上前推了公主一把 生平公主哪里见过这阵事 当即骂道 看我回禀父皇 诸了你郭家满门 郭暖一不做二不休 将公主按在床上 就是一顿老拳 将公主揍得鼻青脸肿 方才大羞 随后 郭暖摔门而去 留下梨花带雨的夫人 生平公主 趁着郭暖给父亲拜寿 坐着马车 回到皇宫告状 老将郭子怡听说这件事后 气得暴跳如雷 当即将儿子五花大绑 送入皇宫 前门我们也讲了 以郭子怡的身份地位 就算是当今圣上 又能拿郭暖 有什么办法呢 况 而且 这件事的确是生平公主 有错在先 于是 唐代宗当着郭家父子的面 细心教导了公主一番 唐代宗说道 这事你不知道了 确实如此 假使他要做皇帝 天下难道还是你家所有吗 唐代宗因此流下眼泪 经过这件事 生平公主算是看清了郭家 在朝廷的地位 也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生平公主回到家后 改掉了自己的臭脾气 郭子怡打了郭爱数十板 郭暖也是个大大咧咧的人 见妻子换了腹脾气 便将这件事抛出脑后 对妻子越来越好 就这样 一场最打尽知的闹剧 成就了唐朝一对模范夫妻 参考资料 旧唐树列传第七史 新唐树列传第二后飞传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